你老婆说了这么多 哭了半天 想跟你离婚 你想离吗 我不想离 她离了婚以后 还不知道走到什么境界 弄不好 还比现在还苦 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 但是陷阱很多 你怕老婆出去受伤害 对 好 眼下情况该怎么办 听听老师 怎么帮助你们吧 好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进来先看这位大嫂 发色 很流行的发色 那我首先我感觉 她不是 在一个农村的 这样一个家庭 对 她这个发型 很时髦的其实 然后听她上来 刚开始讲的这些 我首先第一个定论 我觉得大嫂 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人 她是一个 想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她觉得她还可以 用自己的双手 去赢得一片她的天地 反而大哥是一个很朴实 很传统 很守旧的一个人 那当她的老婆 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她是没有了安全感 那咱们反过来 就我在想这个事 我不是偏袒谁 我觉得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咱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 叫刷存在感 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有她自己的价值 大姐觉得她在家里 当家庭妇女 孩子已经有多大了 她天天待着 她没有实现她的价值 她活得没价值 她老公也不给她钱 然后呢 她过得很拮据 她也想挣钱 她也想好这个日子 OK 我都明白 可是我反而又想 为什么大哥不给你钱 她是你老公 她在外面挣完钱回来 我觉得你大哥的这个性格 她不是一个不顾家的人 那她为什么不敢给你钱 是不是你把这个钱 你用到了 每次都用到了 不应该用的地方 她觉得没有安全感 她好辛辛苦苦 在外面赚的钱 回来被你随随便便 可能就去买了保险 去投了保险 随随便便就去 用了什么地方 随随便便又去借给了什么人 因为她赚钱很不容易 她觉得那个钱 她是 她放到你那儿 她觉得没有安全感 是不是有这样的 我能做我在分析这个事 真的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大姐 你就是现在 你觉得 她已经困受住你了 她完全控制住你 然后你觉得 我不想这么跟她过去了 那你决定跟她离婚 OK 你觉得你可以有一片新的生活 新的天地吗 你就第二次婚姻结束 带着两个孩子 我不确定你能 你能hold得住你未来的生活 真的 你要好好想一想 不确定了 是未来想象的很好 可是真正走下去的 没有那么简单的 甚至我们郭老师刚刚说的 我得补充一句 那就是 你追求外边的世界 没有错 你什么年纪突然萌发了 我想到外头世界看看的心 也都没错 但你不能因为 你想去外边的世界 也就开始诋毁 跟你一起过了几十年的人 他之间对你付出的恩情 但做人要厚道 图磊老师 你想想看 在农村一个女人二婚 找一个男人头婚 这样的大概的形式 应该是这个女人呢 因为二婚的原因 身价已经跌了 但一个男人三十岁 还没有着了 媳妇肯定家庭条件不好 正如你所说 她的父母 都是病卧在床 所以你们的婚姻的结合情况 都不像 正常的婚姻当中 彼此那么的相爱 那么的喜欢对方 你们婚姻结合的基础 是妥协 她妥协于贫穷 你妥协于二婚 所以你们才走到了一起 最初 彼此 因为妥协而认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 她是相安无事 都有点自卑吗 我是二婚 算了就过日子 不折腾了 好好伺候二公婆 我妈家里反正也穷 好不容易落一了媳妇 虽然是一二婚的 但是 好歹结了婚 还有了一儿子 所以最初的十九年 是相安无事 但当这十九年过了之后 你那颗喜欢折腾的心又开始了 你比如说 说两点 第一点说 就是出去做事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大姐是个全能型人才 你看她做推销可以 对吧 她还可以做劳务中介 她可以帮人介绍工作 她还有一门手艺 会做支部 从这三点来说 其实她挺适应当下的市场的潮流和发展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但是呢 这个男人 他内心会感觉到你有些不安分 觉得你是样样都能 他怕你这颗折腾的心 一旦折腾起来 他无法控制 大火 大火 你不止 轻大他们 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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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